小富裕女生 年前变美计划Black 今年马上到了吗 新年星期上 今年准备出吗 好好收拾一下自己 大家都说我的头发改剪了 那我们今天就去换个发型 到了到了 新年变美计划第一站 你这次想剪什么头发 是我剪这种发好看吗 这个 剪得出来吗 看毛冻我的小头发 所以就掰了 每次剪头发都让人好伤心 嘴牙很伤心 剪头发的决心还是不能变 剪好了 成果还是比较满意的 先自己好好欣赏一下 脸上都是小碎发 扎紧回家收拾一下 洗完脸 再熟悉一下新发型 当然了 护肤也不能忘记 想要新年美美的 白白是关键呀 最近这款马力德夫的白胺品 我真的超级喜欢 它小小抑制精华里面呢 浓缩了很多美白成分 密集的帮助皮肤白白提亮 效果好的同时呢 还特别的温和 每次使用直接打开一瓶 用起来方便又安心 这里很清爽 上面也蛮舒服的 坚持用一段时间呢 脸就会变得非常透亮 而且它在性格比较很不错 如果是感觉自己 肤色不云 脸上有斑斑硬硬的宝宝 可以去试试看呀 新年变美 收拾的美美大 下楼吃饭了 都是我爱吃的 到了到了 天黑了 我开始做美甲了 我想做个新年元元素的梅甲 然后呢不要太过头发 其他会再看你们发挥啦 现在应该是4点左右 就看我们超高度做完了 开始建构了 看看多久能做完 8点40 我建构建好 但我开始期待 等早早做完美美回家 使然而 样式复杂 做不了 美甲是临时 邀人帮忙做 又一次翻车重新做 小姐姐告了她 告了她 我们这个 进度 为例 我们现在就是 只要好看就行 不强求新年元素了 再一次 从头开始 全场已经就剩下我们了 阿姨都打发卫生走了 还是在不停地修改 尝试修改 想回家的心 在这一刻 达到了顶峰 五个小时终于结束了 抓紧赶回家 心累 12点16分 然后我做了一个 不对势的指甲 但是那个小姐姐 人真的是很好 只是呢 那样 做的不是我想要的 因为这个指甲 真的做的我好想做呀 我在那儿做了 五个多小时 然后我就觉得 做出来完全不是 我想要的 款式这些 确实是我们前期没有怎么沟通 然后它这个其实大致看上去也正好看的 但是我觉得 你真的让我做得很好 你看它这个建构 其实我觉得 建的就是挺凹凸不平的 你看这种 修边这些 它也就是 不是很干净 因为不是换过颜色吗 它第一次卸掉的 那个颜色就没给我卸干净 但是那个姐姐她陪我也陪我 做了五个小时 等会人家好早可以下班了 然后最后因为 我不是也不太开心 我觉得它这个做的不太好 然后它就只说 如果 表现的钱跟比较的钱 就一百多 这个感觉 我没说我全吧 我是不是也不该生气 我就是真的好难过 哇